那么这一部分的概念 都是跟我们的分支相关的 在分支相关的这一部分里面 我们这里面有一个分支的管理 那么分支管理的话 首先分支的一个概念 那么分支 它就相当于你工厂里面流水线 分支之间 它是互不影响的 突然间 你这个流水线相遇了 在某一个点 那么这叫做分支的合并 分支的基本操作命令 查看分支 创建分支 切换分支 创建并切换 还有合并分支 以及删除分支 这些基本的操作命令 然后再往下 分支在合并的时候 可能会起冲突 起冲突 什么时候会起冲突 你注意 就是你这个两个分支 就是两个分支 那么都有了 都有了新的 新的 提交 记录 并且修改的是同一个文件 是同一个文件 这个时候就会起这个冲突 好 起了冲突的话 你需要手动解决 然后做一次新的提交 解决这个冲突 那么再往后 是分支的管理策略 分支的管理策略 我们给大家说 就是你在合并的时候 如果可以的话 默认的是执行快速合并 但是有些时候 我们需要禁止它的快速合并 你就需要在合并的时候 加上一个-no FF的一个参数 那么再往下 里面就是bug分支 在你工作里面 去修复一个bug的时候 怎么修复 首先修复bug之前 如果需要保存工作现场的话 先使用gettash 这个命令 去保存工作现场 然后就是切换到 切换到 那么切换到 切换到bug 所在分支 切换到我们的bug 所在分支 切换到它之后 并创建一个临时的分支 那么创建 并切换到一个临时的 切换到一个临时分支 那么切换到临时分支的目的 就是修复bug 修复bug 那么修复完bug之后 修复完 修复完这个bug之后 那么切换回bug分支 切换回bug 所在分支 所在分支 并合并临时分支的内容 并合并 临时分支的内容 但是你合并的时候 使用这个合并 使用 那么 no FF 模式 然后把这个合并完之后 下面你就可以 删除临时的分支 删除临时分支 好 删除完之后 我就可以去切换回 删除临时分支之后 下面我就可以去切换回 工作的分支 切换回 工作 分支 好 切换回工作分支之后 下面 恢复工作现场 就使用 GETA STATCH POP 帮助你恢复工作现场 那么这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的 分支管理笔名的内容 分支管理笔名的内容 费换回工作 费换回工作